文佛音 见佛法 无所不能吗?有这么一件事,当我们做了之后,即使是一切诸佛,也都无能为力。今天小编就来和大家说说,究竟是什么事连全知全能的佛菩萨也爱莫能助。在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还请大家点点订阅和小铃铛,点赞是对小编的最大支持,谢谢大家。 佛教中常说,上报四重恩,下记三图苦。什么是四恩呢?佛陀在《大乘本生新地观经》报四恩品中对此有详细的论述,四恩即父母恩,众生恩,国王恩,三保恩。佛说四恩,按此顺序先说报父母恩,再说报众生恩,国王恩,三保恩。 身而为人,我们最嫌应该报答的是父母亲的恩德。弥勒菩萨曾有说过这么首记,堂上有佛二尊,恼恨世人不识,不用金采装成,非是沾坛雕刻,即金献在双亲,就是施加弥勒,若能成敬得他,何用别求功德。 此记送大义是,每家都有两尊佛,恼恨世人却不认识,不用金采去装饰,也不是坛雕所雕刻,即使你现在父母,就是施加弥勒,弥勒佛,如能成敬效养,何必向外求功德。 大家都知道,上供下施,供养出世间圣者可积累大福德。 有些人很喜欢广修不识供养,但在家却对父母家人不问不顾,漠不关心,乃至冷语恶言相向。 这是舍本逐墨的颠倒行为,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修了许久却改变微弱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中国古今的因果报应世纪中,因孝敬父母亲而孝灾免难或现世善报,得到诸佛菩萨和诸天正神护佑的事迹非常多。 明朝天启年间,江苏无锡的邹忠仪从小对父母非常孝顺,被周围人称为孝子。 有一天,他的父亲生了重病,邹忠仪去求医生医治,连夜赶路,腿走得痛得快要倒下去的时候,突然遇到了一位老妇人,传授了他一部《百佛明经》给他,对他说,念诵《百佛明经》可以解除极苦。 于是,忠仪认真读诵授耻,没多久他父亲的病就好了,后来他更是两榜夺魁,中了进士。 还有一则发生在清代乾隆庚子年间的故事,北京竹邪街发生大火,焚毁的房屋打百余洞之多,死伤的民众数以千计,一时大哭小喊,情况极为凄惨,至于损失的财产更无法攻击。 可是在这一场大火中也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奇迹,那就是在火灾的断壁残垣之中,竟有一间破屋,伟然独存,未被火坟。 这一间幸运的破屋中究竟住着什么人呢?为什么能单独必去火灾呢? 据居住在边上的人们这样说,破屋中仅住着一位60多岁的老婆婆,一位20多岁的年轻寡妇,他们姑息二人,相依为命。 老婆婆的儿子早于几年前去世,邻村的人很多来向寡妇说媒,劝由她再嫁。 可是这位年轻的寡妇,因为婆婆久病卧床,需要她日夜看护,侍奉汤药,所以她宁愿牺牲自己的青春,坚持拒绝人们说媒,表示绝不再嫁。 一年复一年,她细心奈烦地看护着病姑,口无怨言,面无怨色。 在这一场大火灾中,当熊熊的火焰燃烧到他们的邻居时,忽然风势转变了方向,所以火焰没有燃及他们的房屋。 当时的人都认为是孝喜守护病姑的孝行感动了上天,因而上天保佑他们免了火灾。 还有一则杨孝子刑起孝亲,此后升天的故事。 杨孝子是江苏省武进县余桥里人,他的父母亲生活十分贫苦,并且体弱多病,终年与床乳为伍,苦水为伴,除了衣食以外还要支出很多的医药费。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杨孝子实在无法负担父母亲的生活,万不得已只好冒着耻辱做乞丐,并把行其所得食物供养父母。 倘若父母还没有吃饱,虽然自己饿得鸡肠碌碌,也不敢先吃,一定要待父母完全吃饱以后,方才进食。 如有美好的珍贵食品,就跪在父母的面前,很恭敬地献给双亲吃。 他不仅在物质上,使父母亲的衣食满足,在精神上,他也努力使双亲有所娱乐。 由于地处相间,没有西渠等娱乐场所,杨孝子就自己编造了很多山歌, 在双亲面前,一面唱歌,一面跳舞,博得双亲的欢乐。 这样经过了十多年,当地人都为杨孝子的笑行所感动。 有一家父母要雇杨孝子为佣仆,但他并没有接受,并对父母说, 我的双亲中年害病,缠绵床入,我每天除了醒起之外,就要在家为双亲侍奉汤药,不能一天离开家庭。 所以我无法到你家中来做佣仆,只能谢谢你的好意了。 从此以后,他仍是像以前一样的醒起,稍有余钱就替双亲沿衣诊病。 后来杨孝子的父母相继去世,他把醒起所得的钱买了两具棺材,脱下自己的衣服做练衣, 虽天气严寒,赤身忍动,也不顾惜。 他把父母的遗体葬在田野间,并露宿木旁,日日夜夜地哀哭, 过了一个多月,竟因悲优过度之死。 在杨孝子死后的一天,乡间有一姓徐明道之人,因病去世,被明差带到明府, 正好看到一个穿着紫袍的明官,向明王报告说,杨孝子到了,明王立马屈前欢迎。 徐道之仔细一看,原来明王所欢迎的人就是刚去世的杨孝子。 当时听到明王对杨孝子说,久仰你的孝行,像你这样的大善人,我们地府是不敢惊毒你的, 现在天地有命令,照你胜到天上去。 徐道之因经明官查明,杨寿未尽,回阳苏醒了。 在徐道之复活以后,逢人便讲述在明府清文明王宣布杨孝子升天的事, 因此当地的人都知道杨孝子死后受到升天的善报,说了孝行的种种功德和真实事迹, 我们再来说说不孝的恶报。 佛经中对于不孝的恶报有这么一段描述, 有男女被恩不顺,令其父母生怨念心,母发恶言,子其随舵, 或在地狱恶鬼处忍,世间之即莫过猛风,怨念之微妇素于彼, 一切如来,金刚天等,己武通仙不能救护,若有众生行不孝, 令母暂时起恨心,怨念之此少分生,子乃遜言遭苦难, 一切佛与金刚天,神仙秘法无能救。 这段话的大意是,世间男女若背弃父母的身恩厚德而不孝顺, 令她的父母生怨恨心,只要母亲发一恶言,子女就会入恶当受苦, 或堕地狱,或堕恶鬼,或入畜生类,世间最快速的莫过于暴风, 这一念怨恨之微,报应的快速比暴风还要迅速, 而且一切如来,金刚冥王等,以及具有五种神通的仙人都没有办法救护她。 如果一个人经常顶撞,背逆父母,令母亲烦恼生起怨恨心, 然后责骂乃至诅咒儿女,儿女会随着母亲的话而遭遇苦难, 甚至堕入地狱,恶鬼,畜生道。 而且一切的诸佛,金刚冥王,神仙都不能救。 其实,经中的种种恶报早已经在我们的周边有所体现了。 曾有一位师兄在网上述说这么一段自己的真实经历, 自己经常被母亲诅咒责骂,尤其是小学和中学读书之时责骂尤慎, 虽然自己拼命学习,但是成绩依然不怎么好。 毕业后努力工作,还是感觉前途渺茫, 还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另一半。 还有一位女师兄诉说,因为从小不怎么被父亲待见, 心中对她充满怨恨,也时常抱怨老天的不公, 现在自己身体、学业、工作、婚姻等一塌糊涂, 年龄很大了,依然独自一身。 另外,还有一位师兄因为一些原因, 以前长时间待在家里,为出去工作, 婚姻也无着落,父母因为内心焦急, 三番五次催她出去工作。 后来有一次,她和父母发生言语激烈争执, 当时被父母恶言则骂, 她回去工作之后各方面十分辛苦, 自己常常痛苦不堪。 因此作为父母,也请常常祝福子女, 祝福他们吉祥如意,事业和家庭美满, 祝愿子女多利益他人,多为社会做贡献。 不要总是说抱怨或者负能量的话, 或者过于担心子女的学业、工作和婚姻家庭, 更不要因为一时在其头上说一些诅咒子女的话。 针对以上三位师兄, 由于不孝导致的种种恶报, 我们该怎么有效避免呢? 佛陀对此也有所开示, 若有男女依母教, 承顺颜色不相伪, 一切灾难尽消除, 诸天拥护常安乐。 若能承顺于卑母, 如是男女惜非凡, 大悲菩萨化人间, 事件报恩诸方便。 若人至心供养佛, 富有精勤修效养, 如是二人福无异, 三事受报亦无穷。 这段给予的意思是, 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 紧追卑母的教训, 孝顺而不服你, 必得一切天人顾念, 庇护, 福乐无尽, 这是佛亲口说的。 若人至心供养佛, 又有人精勤效养母亲, 这两个人获得的福德等同。 真如古人所云, 父母就是在家的佛, 效养则获大果报。 所以平时也请师兄们 多关心陪伴父母和家人。 现实中有许多事业有成, 婚姻幸福美满的人, 持戒和修行比较好的同修, 绝对都是非常孝顺恭敬父母和长辈的人。 父母和祖先就是自己的根, 一棵大树若想开枝散叶, 根必须得好。 另外, 做功课之时, 大家在礼佛、 造佛像、 贡登、 建祀、 造塔、 诵经、 放生、 念佛, 做社会公益事业之时, 把这份功德特别回向给现实父母和多生父母, 回向父母素叶熄灭, 吉祥安康, 福寿绵长, 早节佛缘, 护持三宝, 信愿持宁, 成佛慈利, 百年之后必定能够往生净土。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期待大家在下方评论区留下自己的感悟,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